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看我们之前制作的影片 那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动态试驾的心得分享吧 跨座上车 首先可以感觉得到差SR700的座高 比起MP07要高上不少 这是因为差SR700的座垫设计 比起一般的街车都要更为厚实一些 手把宽度较宽 但两端握起时 有点呈现八字形下斜的角度 加上油箱的长度较长 虽说手把的高度 比起一般街车来得高 但骑士握住握把时 身体反而呈现微微向前的姿势 实际骑程上路 有别于现在运动型街跑车 透过宽阔充满肌肉感的油箱 以及段差分明的前后座椅 让骑士的大腿在夹持时 能更轻松地固定住身体 营造出身在驾驶舱的包覆感 XSR700较为细长的油箱 与平坦高耸的椅垫 搭配较宽较远的握把 在骑程时 有种重心较高 车头空空的感觉 相较于现代跑车的稳定感 XSR700呈现的是更为灵活的轻挡接车感觉 而在动力方面 MT家族最自豪的饱满强劲扭力 在XSR700上也保留了下来 加上配重上可以轻量化的车头 每次的换挡补油都能感觉到前轮蠢蠢欲动 似乎只要敢催油门 便可轻松孤轮地感受 而这正是MT家族最大的魅力所在 加上复古街车的设定 悬吊系统比起街跑设定的MT家族 又更软掉一些 使用悠闲的步调骑程时的舒适性还不错 若要用热血一点的方式操架 加减速时 较为明显的重心偏移与晃动感 加上极为灵巧的车头 与扭力涌现时 更为敏感的油门反应 这种随时处在微微失控边缘的感受 反而更能带给感官上的刺激 能成功驾驭后的成就感也越大 相较于中规中矩的Z650 RS 有着更长的赏味期限 很适合骨子里带点叛逆灵魂的骑士 制动方面 虽说只是一般的对似活塞卡前 但手感表现还不错 时速140公里以内 都能轻松将车辆煞停 对应常用的速度范围内 已是相当够用 不过我们也发现 由于为了造型考量 XA-SOR 700的油箱 在加持时 身高170公分左右的骑士 膝盖会刚好位在油箱下缘 与车身造型板间的缝隙之间 较为不适 偏系的油箱也让骑士在加持时 去多花一些力气 XA-SOR 700的一二档 延伸性较差 转速超过6000转后的震动较大 但只要打上三档后 速度的延伸性与舒适性 便能大幅提升 由于扭力充足 除非是走走停停 速度低于30公里的情况下 一般市区骑程 三档便可应付绝大多数的状况 要超车可说是轻轻松松 但由于没有配备滑动离合器 因此离合器的手感较重一些 如果是长时间 塞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对于左手的负担较大 建议可升级改装品 来减轻骑程时的疲劳感 而在快速道路上 以符合速线的速度 5到6档巡航时 此时转速约为4000转上下 相当的舒适安静 唯独少了整流罩的情况下 加上较窄的油箱 比较轻的车头 在像是61快速道路 那种风势较强的地方 长时间巡航的时候较为不适 且差SOR 700的坐垫 在骑程时间超过一小时之后 便会开始有不舒服的感觉出现 偏硬的坐垫加上 折角明确的边缘 会让骑士的胯下根部 有卡卡的感觉 而相当有型的后座造型 虽说有着中间内凹尾段上翘的设计 可帮助后座固定身体 但由于面积偏小 也不太适合长时间双载 因此相较于长途旅行 拆SOR 700还是更适合 在都会短距离的穿梭 总结来说 XSOR 700虽然除了ABS之外 没有任何的电控辅助配备 悬吊与制动 也都不是针对激烈操架的设定 但绝美的复古外形 纯粹机械的动态回馈 以及更有挑战性的驾驭门槛 这是其魅力所在 这也让XSOR 700在同级车中 有着更长的赏位期限 以上便是XSOR 700动态 试乘心得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